于美人和前夫王维伦结婚16年,育有龙凤胎Max与Mina,但在2013年惊爆婚变,离婚后的于美人虽变得更瘦更美,但感情状况却始终无着落,反倒是前夫王维伦先冒出桃花,被木鸡和一名淑女一起逛超市,两人甚至一起返回住处,气氛相当甜蜜。 于美人在出席孤公亮文教基金会新老系记者会时,被问及对前夫新欢的看法,他大方笑称,这绝对是要祝福的事情,真的要祝福。 有什么好说的?于美人在2013年与王维伦离婚后,走出失婚低潮,选择更加爱惜自己,他不仅成功瘦身,还学获了更好的打扮自己。 与美人远赴希腊进行自助旅行,除了享受美景和美食,他还再次穿上了婚纱,之前他在脸书上发布了一张穿着白色婚纱的美罩,背景是心旷神怡的地中海景观。 感慨写道,再往前走,真的有幸福等我吗?网友纷纷回应,前方有没有我不清楚,但不走,我知道应该没有。 美人姐只要往前走,你一定会拥有属于你的独家幸福哦。 美人姐幸福自己长,对自己要有信心,于美人和王维伦离婚时,他们原先协议各自拥有一个孩子的监护权,但在2021年暑假时,原本由前夫抚养的儿子也回到了于美人的家。 与美人笑称,一家三口为了公投案讨论了将近一个月,他强调自己没有干涉孩子的想法,只是开会讨论,进行了为投票做沙盘推演。 至于前夫闹绯闻登上媒体版面,与美人虽然知情,却没有与孩子多讨论。 他认为,我觉得,去问孩子会给他们带来压力,不要做一个三八甲贤惠的人,这绝对是要祝福的事情,你的态度对了,你的孩子就不会有太大压力。 据《苹果》报道,王维伦二十日被目击与一名中年淑女一起逛那壶好事多。 该女子穿着低胸上衣,丰满的上围呼之欲出,只见她甜蜜的依偎在王维伦身旁,不时轻搂王维伦腰部。 而王维伦则专心地选择食材,从吐司到牛排,红酒,似乎准备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。 最后,王维伦开着市价150万元的奔驰,与女伴一同返回中山区大直鸡和国宅,共度美好的晚餐时光。 对此,与美人不仅大方地祝福,并称赞这位淑女很漂亮,但对于前夫目前的感情状况并不十分了解。 她还透露了两个孩子的有据反应,我女儿主动对她哥哥说,你知道爸爸上新闻了吗? 至于未来王维伦是否会与新欢修成证,与美人是否愿意大方地祝福? 她巧妙地回答道,我现在的红白铁都是经纪公司处理的,否则付钱给经纪人有什么意义?展现出了高情商。 2013年,与美人与丈夫王维伦的婚姻矛盾日益加剧。 有传言称,王维伦的父母希望两人离婚,但王妇于2013年4月2日出面成亲。 我们不会干涉夫妻俩的事情,应该尊重孩子们的决定,她希望能够理性解决问题。 听到与美人取消了保护令,王妇表示,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决定,两人应该通过沟通解决问题。 任何具有知识和理性的父母都应该支持这种做法。 然而,她也透露称,两人的婚姻已经陷入僵局,已经两年多没有交流了。 王维伦在德意志银行担任电脑工程师,而与美人竟然是最近才知道这一点。 王妇希望两人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,但她很心疼和煎熬看到自己的儿子受苦。 与美人曾表示,王维伦失业五年。 她曾说,王维伦过去没有正式的工作,但外界不了解她在家中付出的努力。 与美人的哥哥前妻家经营茶叶生意。 王妇表示,王维伦曾像个快递员一样到处帮忙送茶叶。 与美人曾为减肥药膏做广告,而王维伦在家里也帮忙分装。 虽然没有正式工作,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贡献。 她认为,与美人不应忘记丈夫为家庭所做出的贡献。 王妇强调,她绝对没有说过,与美人没有家教。 当时她和婆婆吵架,我只是告诉她不要过于激烈。 谈到与美人的母亲,她感慨地说,直到几年前,我们还是互相调侃,但她摔断了骨头,我们去探望她。 她的语气充满了无奈。 她叹息道,与美人的性格太强硬了,如果事情继续恶化,那么情况将变得很难控制。 王维伦的临性亲戚称,王维伦在住在教友家时,曾回家整理私人物品。 两人的感情已经变淡,但王维伦仍然希望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。 事情发生初期,她感到万念俱灰,非常激动。 但与教友交流后,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,已经能够积极思考,不会轻易放弃。 于美人旗下一人林瑞爆料,称王维伦曾向于美人索取600万美元分手费。 王维伦父母对此气得全身发抖,王父言此否认,这是不可能的事。 王维伦一毛钱都没要,听到这样的话真的很气愤。 林瑞后来竟否认说过这话,误会,于美人还是希望赶快与丈夫复合了。 于美人有人说,两人吵架时,王维伦说自己对家庭也有贡献,算钱的话有600万美元。 于隔天问他,你是怎么算的? 他算了算发现自己口误,是60万美金。 王父说,那些都是气话。 希望于美人不要当真,更希望外人不要胡说。 外传于美人要王维伦拿钱回家,到他工作的德意志银行跟老板谈判,要老板把王维伦二分之一的薪水汇入自己账户。 于美人日前否认此事,强调只寄发电子邮件,没有到银行。 王副佐也说,的确是误传,他没去,只以电话,邮件要求。 于美人2013年3月29日对先生王维伦申请保护令。 王维伦先住在高雄父母家,之后住在台北基督教友家。 于美人说,他已撤销申请保护令。 王维伦之前也公开表示要帮他祷告,两人都有挽回婚姻之心。 不过两人互不联络,变成透过友人。 媒体传话,误会像雪球般越滚越大。 于美人的母亲上周五深夜到嵩山分局民友派出所报案。 殷余母与女婿王维伦口角,不适合申请紧急保护令。 于美人替母亲申请了暂时保护令。 警方立即填写,处理家庭暴力案件调查记录表,上传给家暴防治中心。 昨天上午将全案发文给法院代为申请,最快今天就会分案。 于美人申请的保护令,要求禁止王维伦对家人实施身体或精神上不法侵害。 警方说,他对外表示已撤销,但昨天发文前,于美人都没有再与警方联络。 若于美人到警局要求撤销,警方仅能替他制作笔物,补送给法院日后彩地。 家事法庭受理分案后,于美人也可以自行巨状表明撤回。 法官确认无误,才会以当事人撤回结案。 于美人助理说,一日晚间确定送出,是直接向法院申请的。 所以警局不知道,律师说法院已确定撤回。 于美人连续两天因疲累全身敏感,到医院打针。 他说,2013年3月29日是王维伦报警,他带着妈妈去警局。 当时他很伤心,也想放弃婚姻。 于美人闹婚便,与他合作过名人三温暖的赵树海。 在排练舞台剧《抢钱的世界》时说,当年于美人因为他婚姻幸福而决定结婚,他现在也希望有机会说服他们和好。 夫妻吵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,应该只是一时情绪。 赵树海与该剧女主角郎祖云都说,夫妻不该分你我,对方的父母也一样称呼爸妈,不会说你爸爸或我妈妈。 郎祖云说,他和老公是基督教家庭,认定家就是两人组成,从来不分你的我的。 我们只会说,我们的车,我们的狗,我们的钱。 他认为,若要讲真正两性平等,就没有谁该赚钱,谁该养家。 赵树海说,老婆的名言,我的是我的,你的也是我的。 两人婚前就讲清楚,在家女生当老大,出门我为主。 我现在名下除了电话和车子,一个屁也没有了。 当时,于美人婚姻亮红灯,社会对他评价两极,网友批评他身兼三职。 孝顺女儿,不孝媳妇,爱钱老婆,过去他形象好,代言多,通入业者观察。 消费者不太会因为对代言人的好物而聚满,与美人代言贵格旗下大宴卖片,双认证奶粉。 福乐盖多多广告中与小男孩的互动令人印象深刻,他也曾为爱买,而购物网站拍广告。 贵格左表示,还没有讨论是否更换代言人的事。 福乐左以行销人员外出开会为由,回避相关问题。 与美人,王维伦婚变不止变成两家大斗法,还闹成全台湾民众的事。 两人共同好友看不下去,私下指,就算从台湾头吵到台湾为也不会离婚。 不然他纵贯献大姐头名号是哪来的? 十六年来,每隔一阵子就要发作一次,真的是看你了,网友也持续讨论。 有网友看得雾沙沙,现在是岳母占女婿,公婆占媳妇,那岳母直接对占公婆好了。 即双方名嘴友人亲戚劈开后,换两老亲自上场了吗? 还有网友酸,闹那么大,公公要天天偏头痛了,关系走到要录音这一步,我看也差不多了。 美人心计破功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于美人与王维伦2013年12月13日才签字离婚,双方各自恢复单身。 虽两人皆称,暂无意再婚,但媒体于12月25日直击王维伦带一位卷发女子约会看电影,之后还共进晚餐,分食汤奖。 虽然阴语绵绵,但离婚第13天的王维伦有如九汉逢甘霖,温馨共度圣诞节。 记者求证女子身份,王维伦表示,请千万不要随意猜测,这位女士是我子子上海的朋友,也是主内姊妹,正好反台,并非所谓交往对象。 我不会这么快谈心恋琴,生活重心都以小孩跟工作为主。 结束于美人先生身份后,我已不是公众人物,请勿浪费把面在我身上。 与美人得知,前夫带卷发淑女出游,也仅低调透过公司回应,对王先生有着无尽的祝福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别忘了动动手指,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。 我们下期更精彩,拜拜。 拜拜。